痘痘啊 總是跑到下巴群聚遊行 都快要被警察開單驅離啦 生理期前是不是更誇張 各種農泡紅腫 擦一個路面顛簸的告示 在你的下巴也不為過 該擦的藥該看的醫生你都看了 痘痘卻比天外奇蹟的老爺爺還要頑固 如果你也是這樣 那這一集你一定要看 YO 各位痘弟痘妹們 我是七七小大 下巴長痘痘真的是一件 太他媽煩的事啦 今天老大就來教你幾個秘訣 迅速改善下巴痘 但是放心 我絕對不是叫你少熬夜 少油炸多喝水 這個可能是叫幹化療法 有講等於沒講 因為你根本做不到 我要說的是 你下巴會反覆長痘 在中醫學上基本上是兩個原因 第一叫做體質本質上是濕潤 所以只要你熬夜吃炸辣 或遇到經期前 你氣血一混亂的時候 你下巴痘立刻就爆發 第二點叫做中醫學上 腎也是管理內分泌 所以女生只要一腎陰虛 你內分泌整個就混亂了 荷爾蒙就會失調 所以經期前下巴痘痘 特別容易大爆發 這種人可能還會伴隨著 手腳心熱 口乾 便秘 皮膚乾燥 細紋等等 這個就是腎陰虛的現象 所以今天七七小大就要來教你 四招超級有效改善下巴痘的辦法 從此之後再也不用害怕 痘痘在下巴開塌地啦 來下巴痘再見第一招 自製中藥抗痘面膜 今天七老大來教你一個 對付下巴痘超級厲害的自製面膜 你先去中藥房買三種科學中藥 你到了直接跟老闆大聲喊出來 蛤 普攻一金銀花魚心草 這樣老闆可能就嚇到 還算你便宜一點 沒有啦 不行啦 還是要有禮貌啦 像這樣啊 一瓶大概就是幾百塊 但是喔 你可以喔 從小姐用到田徑都用不完啦 真的啦 可以用很久 我們就先把這三種 普攻一金銀花以及魚心草 各取一刻 放在我們的小碗裡面 你沒有準備克池給我 然後又準備一個這麼大的碗給我 我請問你是要幹嘛這樣 好啦我用目測的啦 你們自己要去拿小湯匙克池 一個 然後啊 我們加入化妝水五到十CC 盡量選擇清爽一點的 有抗痘效果是最好的 然後啊 像這樣啊 給他拉一拉 變成稠稠的喔 我請一個模特兒 可以拉 像這樣子喔 雖然他樣子不太好看 但他很好用 看你自己下巴痘那麼多 你選 你選 是不是很醜 好 然後喔 就像這樣子 不要笑喔 真的是敷個五六分鐘就可以洗掉 好 你到旁邊等一下 真的敷個五六分鐘就可以洗掉 好啦你們不要笑喔 這個真的很有用 為什麼 因為啊 金銀花可以 清熱解毒 消炎正進 至於魚心草呢 是可以啊 清熱化濕 苦攻陰可以消腫散結 所以啊 用這個做出來的面膜 他不只可以 退散痘痘 對於預防他亂長 也很有效 而且我告訴你 他不只是下巴 連臉上啊 背上啊 胸口啊 全都可以用 我教幾個朋友去用啊 他們都說 幹效果怎麼這麼好 而且啊 也都沒有什麼人過敏 欸當然 如果你皮膚敏感的話 你就先把它試在手腕 或者是耳後 基本上啊 你只要啊 一周敷他個兩三次 或者是你金錢很容易長的人 欸你每天敷都沒有問題 但是啊老大提醒各位喔 你一定要調整好稠度 欸我之前有一個朋友啊 亂吃一些鹽酥雞 結果啊 屁股都爆豆 結果拿這個方啊 去用 洗澡前啊 他光著屁股在那邊塗啊 結果他做太稀 你知道嗎 給我一直滴下來 一直滴下來 搞得滿地都是 好死不死他女朋友 開門啊 進來 下個半死啊 以為七七老大啊 欸 教他在那邊玩大便啊 差點沒跟他分手啊 所以喔齁 真的啦 他是超級有效 只是賣相不佳而已啊 自己用用看就知道厲害 下巴豆再見第二招 中藥茶飲 來介紹一款茶飲 我叫他 下巴豆不要太倉皇茶 啊名字是不是相當淺顯地懂啊 準備的材料有 金銀花、枇杷葉、異母草各5克 天花粉、黃柏各3克 你們去中藥房買藥材喔 不是科學中藥啊 中藥房都有賣 然後啊 把它用600cc的熱水去煮滾 小火再煮10分鐘就可以喝 當然啊 用悶泡的也行喔 效果稍差 但是啊很方便 天花粉去熱保濕 金銀花、異母草、枇杷葉 可以啊 清熱解毒抗菌消炎 黃柏可以清熱卸火 所以啊這個茶 對於下巴豆改善的效果是 真的很好 不過相信我 絕對不會太好喝 欸但這時啊你要去想啊 比起整臉爛鬥 這一點苦又算什麼 比起你一次出門要用掉半條遮瑕 這一點苦 算什麼 比起痘痘亂長 害你不敢跟心愛人約會 這一點苦又算什麼 欸你只要這樣想 是不是喝著喝著 欸你就會覺得好開心啊 但是齁難喝歸難喝啊 你啊一周喝他的番勢啊 效果絕對你看得到 下巴豆再見第三招 穴道按摩 穴道居然對青春豆有效 骨骼嗎 是的啊欸 按摩穴道就可以透過精弱 讓你清熱造實解毒 達到全身性的調控 有兩個穴道對於下巴長痘 都超級有效 第一個叫泰西穴 來Remi來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萬藍藍的朋友 泰西啊就在我們的足內側 這個腳踝骨後面這個凹窩處 去按摩它可以滋補養陰 調節內分泌 對於下巴鼻子的粉刺和痘痘 特別是你金錢很容易爆發出來的那一種 非常有幫助 再來第二個叫做驅池穴 它位在我們的手臂上 像這樣彎曲時出現在這條橫紋的最尾端 它可以清熱解毒對於出油的問題 粉刺的問題很厲害 特別它是對於那一種爆出來 濃泡型很大顆的痘痘非常有效 這兩個穴道你就 追劇的時候按啊 泡澡的時候按啊 上班無聊按啊 想到就按啊 媽媽長痘你就按您老母 老師長痘你就按您老師 每天都按個五分鐘 你這樣按好按滿 一週你就知道它的厲害了 因為你可能會被你老師技巧過 不是啊 我是說它對於痘痘的改善 真的很有效 再來下巴豆改善第四招叫吃 與其禁止你去吃油炸 禁止吃甜食 讓你生無可憐 生不如死 悲傷難過 憂鬱 怕你這樣子心情影響身體 你可能痘痘還會長更多 所以啊 對於這類的食物 如果你真的抗拒不了 要你戒斷它可能比你 那老大給你一個建議就是啊 多吃以下的這一些 清熱補水補腎的食物 比如說啊 綠豆啊 黑豆啊 藝人 桑腎 蓮藕 白木耳 黑木耳 瓜類 綠茶 這一類的食物喔 你們都可以自己去解毒 等等 我先擺帥一點你們再解 不然你們每次啊 在你們手機裡出現我的照片 是不是都眼歪嘴斜 這樣啊 我看到很痛苦啊 來喔 現在要好好解帥一點喔 咔嚓 來喔 以上的這些食物 它就對於你啊 下巴長痘的兩個原因 熱性體質和聖陰虛一起處理 所以啊 效果真的不錯 只要你一週啊 固定去吃它的三四種 它就可以去綜合你啊 愛吃油炸 愛熬夜啊 的生活習慣 痘痘就會明顯的好轉啦 好啦 以上這四招都交給你們啦 比起要你不吃這個啊 不做這個 今天我教你的 就叫天點下最簡單的抗痘方式 把這個方法利用起來 你去搭配皮膚保養 選擇抗痘產品 嚴重時再搭配去看中醫 西醫 全部都把它做起來 你真的會有改善 現在已經是年底了 聖誕跨年 那情人節 接下來的節日 一大堆啊 老大幫你把狀態調理好 讓你美美的閃亮登場吧 對喔 現在已經快要一百萬訂閱了 趕快把老大訂閱起來 老大愛你 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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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下次見